我们今天看一个截拳道练习者 号称要打十个永春大师 结果被打到认怂道歉的故事 我要打十个 我要打十个 是电影中永春夜问一句响亮的台词 后来又出来个小伙子 要打十个永春 我就是那个一个要打十个永春拳大师的冯少侠 这个小伙子是冯少侠 自称西北狼 是李小龙第三代弟子习练截拳道出身 2008年就读于国际李小龙特训总部 2010年受训于中国截拳道国际联盟 中国武术双截棍四段 都说祸从口出 要挑战十个永春拳大师的言论 在网上持续发酵 永春拳练习者乌泱泱赶来 接受冯少侠的挑战 打头阵的是人称影哥的永春拳练习者 但永春拳影哥从始至终都没有打出永春拳的影子 双方的打法都很圆生态 时而互伦大摆拳 时而搂在一起玩摔跤 最后永春影哥体力不支 放弃第三局 第一场切磋冯少侠胜出 一文冯少侠称要打十个 随后另一个永春拳手蔡碧成 要求进行车轮战 另外考虑到冯少侠刚打完两个回合 蔡碧成还提出 可以只用一只手跟冯少侠对决 不过冯少侠干了件很刺激的事情 打完一个就跑 迅速离开 后来迫于压力 冯少侠在网上还是对永春拳进行道歉 称自己要打十个的言论是炒作行为 这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键盘侠的陨落 请全国各地练习永春拳的朋友 接受我了 道歉 再后来冯少侠很刚 休准过后还是决定接受蔡碧成的挑战 于是就有了另外一场切磋 这场切磋 冯少侠全程闭着眼睛乱轮拳 蔡碧成人高马大 比冯少侠重20公斤 但是完全没有从蔡碧成身上 看到一点永春拳的影子 乱拳一通乱轮后 冯少侠内部遭到重击 被打得差弃放弃比赛 后来冯少侠指责对手势强凌弱 称对手虽然赢了比赛 但是输了伍德 因为武者应该打比自己强的对手 不应该挑战比自己弱的对手 小蔡他势强凌弱 虽然他赢得了比赛 但是我认为他输了伍德 武者就应该专挑 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挟挫 而不应该专挑比自己弱的对手挟挫 其实双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冯少侠跟永春的摩擦刚结束 他又把矛头指向跆拳道 称可以打十个跆拳道黑带 小伙子也算得上敢打敢吹 为了流量也豁出去了 喜欢武术与波机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